大家好 歡迎收看我們看中國講心情的節目 我是Adeline 今天我們邀請到的嘉賓是錢葵青區的議員 她現在已經移居在英國了 我們請到Rachel 周慧雄先生 你好 大家好 講一下現在比較熱火的一個話題 就是《榮光歸香港》這首歌 我想播這首歌 大家聽一下 先聽一下 聽到嗎? 可以的 大家也聽好聽 遲些可能會變得禁歌了 是啊 其實那天我看到這條新聞之後 我馬上去YouTube找這首歌出來聽到了 這首歌幫忙推廣 令到短短幾天之內 成為這個Apple Music 是頭十一首歌裡面 全部都是《榮光歸香港》 最多人聽的一首歌 嗯 是的 其實連很多外籍人士 外國人都奇怪 為什麼香港政府會禁這首歌呢? 每個人都很輕鬆 有沒有 你朋友又知道這件事嗎? 我昨天這兩天都有找一些同事去問過他們 他們都奇怪了 為什麼呢? 這首歌有什麼特別呢? 他們覺得奇怪了 可能他們也不太關心香港的政治 但覺得奇怪 這首歌有什麼特別呢? 他們覺得很聽這首歌 有趣的 是啊 就是我播了那些文版給他們聽 他們聽完覺得 挺好聽到的歌 那些旋律都挺好聽的 那些內容都挺有意義的 為什麼香港政府會禁它呢? 他們不太明白 我解釋給他們聽 我說 因為之前有一些國際比賽 一些負責的單位就播錯了 當這首歌是代表香港的國歌 他們覺得很少問題 經常都會播錯歌的 譬如有些比賽 播錯別人的國家的歌 就再播過 播回合不可以 他們覺得很小事 他們不太明白 為什麼香港政府這麼緊張 中國政府這麼緊張 他們覺得 為什麼政府這麼小器呢? 是啊 我自己覺得 我很期望香港政府快點禁掉它 有這麼快就快點禁掉它 為什麼呢? 特顯在香港是一個怎樣的社會 可以盡快讓全世界 讓所有外國的人都知道 香港是一個多麼厲害的政府 因為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 是會將一首普通的歌 列為禁歌 除了納稅時候那些宣傳 納稅 希特拉的時代那些限制之外 全世界沒有的 所以一首普通的歌 列為禁歌是沒有試過的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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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香港政府做到的話呢 簡直是抗鼓力金 是令到全世界為之即時出名的 我相信香港政府很快就出名 連中共政府也很快就出名 我期望香港政府 中國政府盡快按好這首歌 不給播 不但還要將它 全面在這個宇宙上消滅 有些難道 宇宙上消滅 先是香港演戲 我在外國都有艱難 什麼啊? 湯家驊說的嘛 在境外犯法 香港都有權法通緝令 要求外國轉交疑犯 被香港追究責任的嘛 那如果香港認為禁歌還不是宇宙 根據這個《宇宙國安大法》的話呢 那外國政府要交人的哦 不交人 香港政府會對付外國政府的哦 哈哈哈哈 我很想 我很期望香港政府盡快把這個宇宙上消滅禁了它 看看外國政府怎麼處理哦 嗯 哈哈哈哈 我期望英國政府怕 美國啊英國啊全世界政府都怕中國的 怕香港的《國安法》啦 會將一些疑犯交給香港啦 這個難度會不會很高啊你覺得 照理的理解 我不知道的我期望看到啊 我很期望看到啊 哈哈哈哈 我最關心的就不是外國政府怎麼看這件事 我最關心的就是海外投資者怎麼看這件事 還有沒有人夠膽在香港去投資一個 在這樣的環境裡投資去做生意呢 是啊是啊 我覺得香港政府是一個很大無威 很大膽的行徑來的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留意到呢 最近呢有一些的外國商會呢 就已經說呢 他們的投資者呢 是不敢再在香港和中國呢 是大額投資 有留意到的 最新的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留意一下 剛剛好昨天 還是今天有個新聞出來了 德國商會 德國的商會 德國的商會 在德國裡面的商會 說他們在中國和在香港 在大陪中國 有投資的一些的企業呢 已經是不會再加碼在中國裡面進行投資 而在香港的一些美國商會 或者是一些的其他的投資者呢 已經將他們的總部呢 是全面轉去新加坡 而因為香港的法制呢 是越來越是 向大陸化 向傾斜呢 那也直接有一些的 簽訂新的合同呢 已經說明呢 不會跟香港的那個法律系統 擔心就是一旦如果出現了一個財務爭拗的話呢 那個法律是不能夠令到它那些商業的行為 受到保障 所以轉移呢 是那個合約系統呢 那個合約的簽訂 那個叫做法律保障制度呢 是以新加坡為標準的 哦 簡單來說就是 如果那些人要簽合約的話呢 都是以新加坡的法例他們才會信任 那這個是一個多麼精彩的發展呢 那我覺得我們香港的律政司呢 是應記一功的 這個是一個出名的方法 好啊 我覺得好啊 快點實施這個禁止這個歌 我覺得 就是我覺得 香港政府經常說戴耀廷他們推動的什麼 攬炒五步曲 實際上戴耀廷的攬炒呢 不能夠成功 但是香港政府是成功令到香港攬炒了 特別是律政司已經站在國安大法啊 現在的法律制度啊 那個法庭那個審訊的結果啊 令到所有外國投資者啊 所有外國政府呢 看見香港是一個 走著什麼制度的政府 所以我是很期望呢 是盡快禁止這首歌 那你覺得有沒有可能 就是這個禁制令呢 有沒有可能通過呢 因為現在其實它是日品開法院 是下個星期才好 它用國安法來告 那就不需要有培審員 又由高等法院幾個國安法的法官去審的 有什麼是不可能發生的 聽說還是國安法 國安法官它指定是一個國安法官 是啊 我絕對不奇怪 它會判它成功禁制的了 因為國安法的法官是無所不能的嘛 那的確是的 其實你覺得如果真的發生了 我們說對於香港來講呢 它的影響會是怎麼樣呢 對於香港呢 播不播這首歌其實很小事 坦白說我真的要聽這首歌 我估計無論是YouTube也好 或者是Apple也好 它極其量在香港是不讓它上 香港地區限制播放而已 我覺得YouTube也好 或者是Apple Play 或者是其他社交媒體 都未必夠膽 貿貿然把它下架 因為有機會面對一個法律訴訟 原因就是如果我是創作者 那個版權是我的 如果你是未經我的同意 而貿貿然中我的作品下架 甚至乎取消的話 我可能我會採取法律行動去告它 我可能會考慮一下 我講假設我是擁有者 我可能會採取法律行動去告它 第二件事 YouTube也好 Apple也好 它是一個美國公司 它都可能面對美國的司法系統 甚至乎美國政府或國務院 進行一些懲罰性的措施 這個要考慮面對 因為香港這個國安法 其實是一個惡法 全世界都知道是一個問題 有問題的法例 雖然香港政府 說過了一個法例 限制了它 但是對於外國 對於我們一個 譬如反權持有人 或者我是一個香港人 如果我有權去使用這個聽手歌的話 你限制了我的自由的話 我是否有權去考慮 取取司法程序去告它呢 告YouTube 或者把我作品下架 或者把我公民權利的限制去告它們呢 可能會出現這些問題 我相信它下架的機會是會有 但是我覺得要面對這個風險 它們是要面對這個風險 反而就是限制了一些 可能在香港人直接去聽 但是如果沒有聽 是沒有辦法 可以透過上VPN去聽的 我用了VPN 我把那個登記的地方 去了外地 我就可以聽了 我覺得這個其實是一個 香港政府是做了一些 它以為有用的事情 實際上是令到一些 嫌麻煩的人 怕事的人不聽 但是如果我真的有心去挑戰它這個權威的話 我一定是有辦法挑戰到的 是啊 其實你覺得有沒有可能 港共政府可能通過這件事情 就找個理由去禁止YouTube 和Google 有沒有可能呢? 就是在香港禁止了這個YouTube 有可能 有可能隨時封網 和大陸一樣 限制了這些外國的社交媒體 有什麼不可能呢? 在現在的香港環境裡面 基本上和中國 我覺得其實我還在嚴謹 比中國還在嚴謹一些事情 嗯 雖然只是 什麼時候去進行 全面和中國同步的意思 是遲早的事情 在我的研判裡面 其實已經逐步走這個 同步的走勢了 一些受不了的人就離開了 跟著中國派很多人來香港 包括醫護 接下來可能是教育界 建築工人都來香港 甚至連專線小巴士機都下來 那我覺得全面取締了 接管香港是遲早的事 接下來政府也都說了 下一步就會 將兩地的公務人員 是互換去工作 大陸來香港工作的公務員 是可以直接去做一些處理公務員的工作 和以往的那個叫做 搬摩 或者是做一些 純粹坐在那裡開會 聊聊聊 了解一下香港 香港政府公務員的運作系統 怎麼做 以前是這樣做的 現在說得明白 是會直接去做一些公務員做的工作 說我聽到真的呆了 那如果出現了事 做錯事 要負責任誰負責 是啊 我都覺得很幫我思議 是很奇怪的 但是問題就是 他們都會這樣做 證明了將會全面是一統一統江湖 生在什麼時候會取消香港的廣東話 直接用國語 成為香港的法定語言 廣東話是不可以官方語言解的 我看到反而是 因為現在很多人 去香港人移民 去英國 反而是英國的學者 就說 因為你們這麼多人移民 可能很多人都 很多人英文可能都是跟不上 都有提到 我們對這個 可能開班 找一些老師來 講廣東話的一個課程 在英國 不是 其實現在英國有些學校 其實是有個 可能是選讀 是有些開辦廣東話課程的 就是中文課程 裡面是學廣東話的 有的 但是就不是每間學校 就很奇怪了 就是說你在英國 別人在英國那裡珍惜你的文化 在香港就反而是另一個做法 我認證的 所以我很期待 接下來12號 是不是下個星期二 星期一 星期一就是 高等法院會進行聆訊 去研判這個 圓榮光歸香港是不是禁播的事件 我很期望盡快禁播的 你覺得如果他真的禁了的話 例如海外的香港人 他們有什麼可以做的 你覺得 沒事的 我們就繼續去幫他發人光大 告訴全世界聽 香港政府做了這麼偉大的事情 今天就禁榮光 明天就不知道禁什麼 後天就不知道禁什麼 我相信這些會陸續有來 禁得榮光就禁了其他事情的了 的確有些KOL說 他一開始禁圖書 之後就禁專制 禁一禁一禁 沒有 它沒有禁圖書 只不過是圖書館主動下架 是 是 是 下架 香港政府沒有禁到 是圖書館為了考慮國家安全 或者它的內容有問題 主動下架 我們公道一點這麼說 現在禁榮光歸香港這首歌 我從新聽過 我都不知道哪裏有問題 這個歌詞 其實就是熟悉中共的歷史 就看到 現在香港完全是走著 文化大革命的那條路 將整套東西 是一個叫做 變咒板擺在香港 是正在進行的意思 就是 我是鼓勵著 如果在看節目的 在香港的朋友 大家不妨去看 可以上門查一下 文化大革命 是當年在中國裏面 整個發展的歷史是怎樣 每一步是怎樣 我們其實可以估計到 下一步 香港會發生什麼事 最後的結果是怎樣的 所以在香港的朋友 千萬不要想著 完全僥倖 共產黨會珍惜香港 不會打爛香港 其實完全是走著同一條路 明知道一些是 會很大件事 但是當時也繼續執行 原因就是 掌權者 掌權者是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力 是不惜犧牲所有下面的所有東西 包括國家的利益 在這樣的情況下 大家真的要小心 我很不開心的就是 昨天有一個消息 就是有一位 香港的前區議員叫黃俊陽 是被政府拘捕 被警察拘捕 說他是 雖然沒有正式公開名 但是我們看很多資料 已經說了會是 說他有九項的詐騙罪 但是其實我們看到的消息 看到他的家人 在黃俊陽自己的Facebook上面寫 就是說他其實是 知道了自己任職那間公司 很大機會是詐騙 也都是主動去報警 主動去報警 告訴警方 甚至乎他想去放蛇 結果就是被警方 即時拘捕他 去告他 考慮告他 我覺得這件事 其實就是 又是一個 我不會說他是政治迫害 這麼簡單 是一個叫做 擺一對名 搭定鵬來做他 所以就是所有的 從政者或者政治人物 千萬不要心存挑衡 去打算做一些很偉大的事 可以幫到香港社會 幫到警方去做一些破案的事 結果是搞到自己一身矮 我覺得大家真的要小心在香港生活 這樣就明白了 我覺得其實這件事 我自己很期望 很期望他真的禁播 原因就是他禁播了 是令到全世界都看清楚 究竟香港政府 和中共政府 在香港做什麼事 如果他真的禁播了的話 出現了一個問題 但是我相信現在的律政司 是要承擔起一個責任 我相信他最後來是 我們所謂的candom 是要被中共懲罰他的 我絕對相信是會的 因為他做多了 可能小心擦鞋擦錯了 下了鞋有 擦錯鞋 擦錯鞋 所以我們今天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很感謝Ray 初次抽空來和我們講解一下 分析一下目前的情況 今天我們的節目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 謝謝Ray 拜拜